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伊斯兰教出现了 他的创始人是穆罕默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穆罕默德属古来石部落的哈西姆氏族 穆罕默德生于公元五百七十年 又称相年 穆罕默德的童年生活很不幸 幼年丧失父母 坐过木桶 十二岁开始随骆驼商队长途跋涉 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经商 二十五岁时受过于卖家富双的赫迪特 当时的社会状况对穆罕默德的精神感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阿拉伯半岛上有着浓厚的这种宗教氛围 多神教偶像崇拜圣行 那么在这样一种氛围下 人们容易思考天地神人这种关系 崇拜月亮星星水源祖先 穆罕默德提出的医生论 对解决当时的阿拉伯半岛上出现的这种 部落之间的这种混乱和血腥复仇等等 对结束这样一种局面是有重要作用的 早年的经历使他见多识广 也养成了乐观豪爽的慷慨人词 坚韧不拔的性格 不久穆罕默德与赫迪彻结婚 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社会与人生 他经常到麦加附近的西拉山洞里 静思默想 公元610年穆罕默德40岁时宣称 安拉派天使宣告他为安拉的使者 伊斯兰教由此产生 穆罕默德传教初期信徒很少 大多属于贫苦阶层的人和奴隶 他们成为信主独一的首批穆斯林 当时古来石部落沃玛亚氏族的贵族 是麦加最有势力的统治集团 代表人物是艾布苏富阳 这些人担心宣传伊斯兰教会贬低传统的部落神 会破坏麦加这个神圣的宗教中心的地位 会影响他们从朝境及及世贸易中获得的经济利益 害怕穆罕默德提出的教义和文理道德观念 会危及他们的统治 很快穆罕默德在麦加的传教活动 遭到残酷打击 伊斯兰教处于被扼杀的危险境地 穆罕默德为躲避迫害 决定前往麦加北部的伊斯里布城 622年9月24日 穆罕默德抵达伊斯里布 伊斯里布改名麦迪纳 意思是先知之城 这一年被定为回历的纪元 这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 穆罕默德从一个卖家的普通市民和商人 转变为麦迪纳公镇的元素 在麦迪纳 穆罕默德创建了乌玛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权 真主是最高权威 穆罕默德以真主的名义行使职权 乌玛的建立打破了士族部落的血缘关系 并号召因服从真主及其使者 以一神崇拜代替多神崇拜 以教包胡墓代替血亲浮沉 同时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 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和统一国家的建立 奠定了基础 经过多次较量 麦迪纳贵族终于接受了伊斯兰教 六百三十年 穆罕默德率穆斯林大军进入麦迪纳城 捣毁克尔白神庙中的偶像 只把一块玄石作为圣物保留下来 不久 阿拉伯半岛各个部落 纷纷派遣代表团 觐见先知穆罕默德 表示愿意抛弃偶像崇拜 归依伊斯兰教 由此 阿拉伯人开始向着统一的道路迈进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圣战的不断展开 阿拉伯人便以统治民族的姿态 登上了中东的历史舞台 古老的中东跨入了崭新的时代 之后不久 这个阿拉伯荒岛好像着了魔一样 突然变成了英雄的苗圃 以哈利德为代表的大将们 在伊拉克 波斯 叙利亚和埃及各战役中所取得的辉煌战果 可以跟汉尼巴 外部伯克尔 欧米尔 欧斯曼和阿里 他们相继掌管宗教 政治 军事 经济大权 达29年时间 除欧米尔拜 都是经过协商选举产生的 伊斯兰教日益受到欢迎 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 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 阿拉伯半岛处于部落之发展阶段 社会的基本单位是部落 一个部落就是一支军队 每一个部落民都是一位勇敢的战士 部落民自由习武 骁勇善战 第二点是封享战利品的刺激 古兰经规定在作战中获得的战利品 五分之四是封给前方的战士 五分之一是封给后方 那么这种政策对前方作战的将士是很大的鼓舞 第三点就是为主道而战的这种精神 根据古兰经为主道而战可以升入天堂 所以在战场上穆斯林作战是常常是勇往之前 在圣战的旗帜下 在分享战利品的鼓励下 穆斯林如同潮水般涌出阿拉伯半岛 涌向周围地区 征服行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叙利亚 在阿拉伯人眼中 这里到处是牛奶蜂蜜 就像人间天堂一样令人神漫 六百三十八年 享誉真主之剑的哈利德和名将阿穆尔 指挥穆斯林军大败白战亭军 占领整个叙利亚 接着阿穆尔又把扩张浪潮 推向素有拜占庭帝国的粮仓之称的埃及 六百四十二年 他兵抵亚历山大成 拜占庭军拜走 亚历山大成是穆斯林征服的最大的城市 久居半岛的阿拉伯人 从未见过如此精美壮观的宫殿 教堂 威然屹立的灯塔 以及飞升世界的凯撒庙 坊间碑等 占领埃及后 阿拉伯人继续向西挺进 一路势如破终 征服了利比亚和土尼斯 在征服活动中 穆斯林往往在攻打一个地方的时候 给对方做出一个三种选择 凡是直接归依伊斯兰教徒 那么就可以享受穆斯林的待遇 就可以免除人丁税 土地税 如果要立约投降的话 那么就可以得到穆斯林的保护 自己也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 但是必须要交人丁税 交土地税 不过这个税 比起在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 那个税 轻得多 既不归伊斯兰教 也不立约投降 这种情况下 才进行武力讨伐 拜占庭帝国在阿拉伯人的进攻面前 节节败退的途时 千年古国波斯帝国在阿拉伯人的猛攻下 也积极可危 637年5月 两军在嘎底西叶决战 波斯军战败 无数奇珍异宝成为征服者的战利品 651年 波斯帝国灭亡 伊斯兰教强大的感召力 使阿拉伯人空前团结 他们士气高昂 加上对被征服地区采取轻负政策 和宗教关系政策 从而争取了不少副教证 仅仅二十余年 不仅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而且将势力扩展到西亚和北非的部分地区 公元661年 沃玛亚王朝创立 定都大马士阁 王朝采用世袭制 传位十四代哈利发 历史八十九年 沃玛亚王朝的创始人 沃玛亚亚出身于古来士部落 沃玛亚世子 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军事家 有着高超的政治手画 他曾说 用鞭子就可以得到的地方 我不用宝剑 用舌头就可以得到的地方 我不用鞭子 他创建了阿拉伯正规军 多线出击 东方战场上 穆斯林两路大军 一路指向印度 一路指向中亚 以锐不可挡之势 相继征服了西尔河流域 占领了阿富汗 印度西北部 其势力直达中国唐朝的西部边境 大军所经之处 伊斯兰教广为传播 大大加快了这些地区的 伊斯兰化京城 北非和西班牙战场上 穆斯林军击败了罗马人 征服伯伯尔人 席卷整个马格里布 711年 塔里克率远征军 横渡直步骆驼海峡 登陆后又长驱直入 攻占西哥特首都托莱多 推翻西哥特王 之后 阿拉伯人又北上越过比利牛斯山 攻入法兰西境内 遭到法兰克人的顽强抵抗 七百三十二年 土耳战役中 阿拉伯清旗兵 被法兰克重装步兵击败 土耳成为阿拉伯人北进的极限 至八世纪上半夜 一个阿拉伯大帝国最终形成 其疆域远远超过 吉盛时代的罗马帝国 可与雄居东方的大唐帝国相比 在这庞大的帝国境内 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 哈里发中央集权统治 沃玛亚王朝访效拜占庭 设步务大臣 对各地实行分省治理 各省总督由哈里发任命 帝国还见邮政局设议战 配两马 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 玛利克在位时 下令统一文字 避制 以阿拉伯文为官方通用文字 这些开明的举措 加速了阿拉伯语化和伊斯兰化进程 沃玛亚王朝的盛级而衰 原因是皇时贵族的穷奢级欲 和专制压迫 这激起了人民的强烈愤恨 什叶派人 阿拔斯人和波斯呼罗山人 三股势力的联盟 摧毁了沃玛亚王朝的根基 七百五十年 沃玛亚王朝灭亡 阿拔斯王朝始建于七百五十年 灭于一千二百五十八年 历经五百余年 三十七代哈利发 以曼苏尔 哈伦拉西德和麦蒙三位哈利发 最伪著称 阿拔斯王朝是阿拉伯帝国史上的 鼎盛时期 与以前不同的是 阿拔斯王朝时代 阿拉伯血统已不再是至高无上 决定一切的因素 绝大多数哈利发的身上 流淌着异族人的血液 国家军政大权 常常操纵在异族人手中 阿拔斯王朝的前一百年 是他的全盛时期 对外采取远交进攻的政策 七百五十一年 在今天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 达罗斯同大唐帝国交战 结果击败唐将高先知 随高先知西行的杜环 被阿拉伯人俘虏后 在巴格达一带居住了十一年 还撰写了《经刑记》一书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记载了伊斯兰教的仪式和教规 描述了阿拔斯王朝初期的繁荣景象 另一些被俘的士兵 是唐王朝从民间征来的造纸工匠 从此 中国的造纸术开始西传 对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 曼苏尔是阿拔斯王朝的真正缔造者 他采取开明宽容政策 允许非阿拉伯穆斯林的传统文化 思想 习俗和生活方式的存在 为阿拉伯民族 学习其他民族文化精华 提供了提供的条件 建筑巴格达后 政治重心东移 伊拉克取代叙利亚 成为哈里发国家的中心 东方古老的传统 特别是波斯文化 对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阿拔斯王朝的典章制度 无补打上了波斯化的烙印 阿拔斯王朝前期 帝国经济实力雄壽 手工业 农业 商业 运输业的规模 及其产品在世界上享有盛余 与中国的水陆贸易十分活跃 其中陆路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从新疆取到中亚 波斯 伊拉克 叙利亚到地中海东岸 漫漫长路上 大大小小的商队落一步举 有沙漠之洲美称的骆驼商队 穿梭往来 驼铃声不绝于耳 从九世纪中叶起 阿拔斯王朝走向衰落 第八任哈里发 在阿拉伯和波斯军之外 建立了一支以突厥人为主体的禁卫军 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以后出现了突厥军人当政 哈里发大权旁落的局面 有两任哈里发甚至被挖掉眼睛 沦落为街头乞丐 王朝后期 地方势力割据为王 出现了大大小小独立和半独立的王朝 尤其是北非的法蒂玛王朝和西班牙的后沃玛亚王朝 与阿拔斯王朝分平抗礼 势不两立 持续两百年之久的十字熊东青 加剧了基督教世界跟伊斯兰世界的矛盾 也加剧了他们的对立 这是伊斯兰世界跟基督教世界第一次大对立 也激起了广大穆斯林这种宗教情感 所以当时萨拉丁在反击十字熊东青的时候 提的口号就是保卫伊斯兰 十字熊东青的后果 就是加速了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衰弱 十字熊东青沉重打击了阿拔斯王朝 此后蒙古人崛起 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达 末代哈里发被马踏死 阿拔斯王朝灭亡 蒙古人攻克巴格达后 伊斯兰世界处于历史上最困窘的时期 西班牙穆斯林虽经顽强拼斗 最终仍退出了安大卢西亚 只有埃及阻止住了蒙古人和十字军的入侵 而勉强保存着伊斯兰帝国文明的余晖 然而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伊斯兰世界又恢复了往日的雄风 1453年 奥斯曼人攻克军师坦丁堡 现称为伊斯坦布尔 实现了穆斯林数世纪以来的夙愿 并将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改为清真寺 他们继续扩张 控制了北非阿拉伯半岛的大片地区 到十六世纪中叶 奥斯曼帝国的版图 从多脑河的布达佩斯 至尼罗河的阿斯旺 从右发拉底河和伊朗中部 至阿拉伯半岛南部 形成地跨亚非欧的 浮原辽阔的伊斯兰大帝国 然而 十六世纪末 欧洲群雄并起 奥斯曼帝国却走向衰落 当这个庞大的帝国步入近代时 面对欧洲列强的扩张和进攻 已无力招架 沦为西亚并夫 而帝国的衰落也标志着伊斯兰世界的衰落 圣训中说 求学乃我男女牧民之天职 知识是我们沙漠中的朋友 他引导我们走向幸福 帮助我们度过苦难 文化的发展得益于经济的怀柔 而历代哈里发重视知识 讲业科学的政策 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 八百三十年 哈里发麦蒙 创办著名的智慧工 即科学院图书馆翻译馆于一体 不惜重金 研聘人才 著名翻译家侯奈因 是警教徒学者 被任命为馆长 他翻译的著作 麦蒙按照一稿的重量 以等量的黄金相筹写 于是 那些具有重要价值的 印度 波斯 希腊典籍 纷纷被翻译成阿拉伯文 这些丰富的科学知识 文化思想 一经阿拉伯人的消化 吸收 发明 创造 便形成了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阿拉伯 伊斯兰文化 它沟通了世界的东方和西方 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伟大使主 为世界文化史的发展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是 来 来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